你好 我是Amazon 欢迎来到Good Talk 讲得好 谁讲得好呢 保罗美亚 Paul J. Meyer 和甘拉克 Zig Zeller 讲得好 保罗美亚说 成功是逐步实现有价值的既定个人目标 甘拉克说 在生活之中 你是万无目的的大多数人 还是目标清楚的小数人呢 他们两位是谁呢 他们两个都是研究目标设定的大师级人物 对于我的个人成长有很大启发 以下的分享 期望对你有益处 为什么人不设定目标呢 研究指出有三个主要原因 第一 不知道目标的重要性 第二 不知道设定目标的方法 第三 自信心不足够 很怕别人知道自己回答不了目标 以下我们又讲解决之道 首先 首先 就是关于目标 在人生之中的重要性 就好像船有个驼 和车有个车盘一样 船不能够只靠漂流 去到目的地 车也不能够乱冲乱撞 去到目的地 目标是帮助我们掌控人生的工具 有目标就有调节的标准 设定目标的方法 可以用Smart 聪明作为原则 A B C D 作为行动的计划 聪明的目标 S Specific 目标要确实和具体 M Meaningful 目标要对人对自己都有意思 A All areas 目标要照顾生活各个层面 R Responsible 要有责任心完成目标 T Timetable 目标要有时间表 目标用来检查进度 A B C D 目标设定 A A AIM 用一句符合聪明的目标的说话描述目标 B Benefits 记得达到目标之后的有形和无形的利益 C Challenges 运用想像力 想像一下 可能面对的挑战 D Decisions 想像一下每一项不同的挑战出现 自己怎样去应变 能够居安思危 就能够临迷不乱 最后 我们讲一下 完成目标的信心 关键是从小做起 目标设定是个人化的活动 设立短期中期和长期的目标 一来可以配合自己的能力 二来可以透过完成目标建立自信心 另外也可以将目标完成 视为测试一下自己实力的过程 如果目标不达到 与其说怕别人笑 不如就积极地自我改善 完成目标是需要心法和方法的配合 有心有力才能够事半功倍 在科技时代 各样东西都讲求速度 但是目标设定就是欲速 即不得 所以要细心想一下 方向正不正确 如果目标设定的方向不正确 很快 但都是去到错的地方 全方位思考目标的方向 有以下八个范围 你可以留意下 作为参考 第一 健康方面 有目标做多些运动 第二有目标注意饮食 第二 兴趣方面 有没有发展来的兴趣 有没有志同道合的朋友 第三 事业方面 有没有计划升职 有没有计划创业 第四 家庭方面 有没有计划拉迷天窗 有没有计划生儿育女 第五 理财方面 有没有计划开源折楼 有没有计划投资增值 第六 社交方面 有没有计划认多些好朋友呢 有没有计划修补友谊呢 第七 进修方面 有没有计划再回学校再进修呢 有没有计划网上学习呢 第八 信仰方面 有没有计划寻找真理呢 有没有计划反省和静思呢 以上八个范围的目标方向 计划的时候当然要点时间和心思 但是这个投资绝对是很值得的 计划全方位的目标 最大的好消息就是 当一个方向的目标完成了 那种成功感和满足感 就可以转移到另外一些方向 成为完成目标的动力 例如你达到健康方面的目标 每一天都做运动 保持身心健康 这种积极的心态和精力充沛 会直接影响到生活其他 那七个范围的 令到你更加有效 完成你的既定目标 Good Talk 讲得好 我是Amazon你的演讲和简报教练 下次见